它独树一帜的形式常被人们视为异类 它奇特的建筑构造 创造了一扇人与公共空间互动的窗 它引人注目让公民更有城市的归属感 祝梦天下在我们一同体验非正式建筑 带来的技术创新和无限空间魅力 你好欢迎收看祝梦天下我是周英奇 在美国的内华达的黑石沙漠 每年的8月底和9月初 会有几万人聚集到荒芜的沙漠中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在短时间内 搭建起一个由非正式建筑构成的小镇 开始各种形式的狂欢 八天过后城镇消失 人们不留下一丝痕迹 这就是火人节 1986年夏至几个人在沙滩上面 竖起了一个两米高的木制人 然后点燃烧毁 吸引了好奇的围观人群 火人节的故事由此开始 延续至今成为了艺术家 西堤市和亿万富翁等等各种人群的年度节日 那为什么一个非正式建筑活动持续了这么多年 吸引了这么多人参与呢 除了狂欢属性 在艺术评论家眼中 非正式建筑是实验新设计 推广新创意 新技术的乐土 它形式广泛 覆盖面广 为人们展示了城市实验的多种可能性 可谓看点多多啊 说回今年的火人节吧 今年真是有点特殊 据外媒报道 当地时间9月2号 黑石沙漠突降暴雨 让火人节现场变成了一个大泥滩 甚至让数万人滞留于沙漠 那最终结果如何 今天主动天下 就让我们一起从火人节开始 去感受非正式建筑的魅力 你是否愿意不远万里 不顾一切地奔赴一座 在沙漠中拔地而起 只存在八天的城市 始于1986年的火人节 被称为现代社会中的乌托邦 每年这一时段 美国内华达州光无人烟的黑石沙漠中 就会闪现出一座神秘的城市 黑石城 这里是全世界嬉皮市艺术家 硅谷大佬和音乐爱好者 最后的乌托邦 火人节不仅用音乐吸引人们 它更像是一种生活方式 一场艺术盛世 一个先锋的实验 各色音乐表演和流动街头戏剧穿梭其中 仿佛游走于超现实的空间 八天过后 本着不留痕迹的原则 开市城里所有的艺术装置和参与者的旧物 都将被大火复制一聚 城市仿佛人间蒸发一般 与音乐一样 只留存在人们的记忆中 然而今年的火人节经历有所不同 当地时间9月2日 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 将火人节变成了水人节 现场变成了个大泥滩 约7万人滞留于沙漠中 截日闭幕式的焚烧仪式也被迫推迟 建议人们就地避难 直到地面干燥到可以安全驾驶为止 尽管条件困难 场地上的非正式建筑仍然延续了创造力和实验的传统 深入探讨了今年的主题 动物界 探索所有生命形式 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 为截日场地注入了活力 对于很多人来说 火人节更像是一场群体行为艺术 烧掉神庙的那一刻 就完成了对自己精神的祭奠的最后仪式 但是撇开其创意和艺术美感外 其实设计神庙是一个颇具挑战性的工作 既要考虑其燃烧过程中的安全性 又要考虑环境保护及资源可持续的问题 因此2023年的火人节神庙 被设计成了一朵规模适中的沙漠之花 这座新知神殿的跟进直指天空 既是灯塔又是日轨 在夜幕低垂时 那些柔和而温暖的光芒散落其中 给了寻求温暖的人一种被爱包裹的感觉 说到沙漠盛宴 除了每年的火人节 还有备受瞩目的科切拉音乐节 它是最大也是乐队阵容最强大的音乐社会 同时它还是一个将多元的音乐 雕塑非正式建筑艺术结合起来的音乐节 每年音乐节都将带来造型心里 里面心里的作品 眼前这三个约80英尺的巨大雕塑 由斯里兰卡艺术家库姆·库姆·菲尔南多所设计 灵感来自南亚神话和斯里兰卡民间传说 而这座60英尺高的钢木结构的环形建筑 人们可以穿行其中纳量休息 一晚建筑的反射表面被不断变化的色彩和图形所覆盖 增加了活力与动感 这些非正式建筑除了是对全球主题的艺术探索外 也成为沙漠广阔领域的导航标和聚集点 你能想象到这个展馆是用PVC搭建的吗 这座贝壳形状的展馆由总长度为25000英尺的PVC管制作而成 呈现一种另类视觉奇观 展馆包含一个实验室 科学家和艺术家通过在显微镜下操纵索尔顿海的水、盐、铜壶和藻类 来生成实验性的视频绘画 并在展馆的核心实时投影活动 与此同时 现场录音的音景和工业节奏通过建筑的圆形隧道产生故名 产生出奇妙的混音效果 而这座被称为光谱的七层多色螺旋塔 自2018年以来就一直在现场 成千上万的节日观众沿着螺旋楼梯走到结构顶部的观景台 可以360度观看节日现况 音乐节本身因美丽的日出和日落而更加丰富 设计师希望这个装置在景观中捕捉这些标志性的色彩爆炸 从晨曦中奔跑燃烧的红色 到沐浴在浓郁紫色和蓝色中的柔和日落漫步 光谱特意将人们带入了色彩缤纷的避风港 让他们对周围的世界有了新的看法 人们在光谱中的每一步都是不同的 不同的观点 不同的颜色 不同的情感 一年一度的蛇形画廊展厅项目 已成为每年夏天 伦敦乃至世界建筑界的一件盛事 这些展馆背后的理念其实很简单 就是为那些之前没有在伦敦进行过项目的建筑师们 提供一个展示平台 透过搭建非正式建筑的展厅 探索空间 环境 与人所交织出的种种可能性 今年的蛇形画廊 由法裔黎巴嫩建筑师利娜·戈特梅所设计 展厅名为A Table 在餐桌上 在法语中意为邀请人们坐在一张桌子旁 分享美食并进行对话 在结构与材料选择上 未将碳足迹和环境影响降至最低 展厅主要由木材制成 并引入轻质且完全可拆卸的骨架 内部沿周边环绕着一系列木凳和桌子 建筑师希望这个环境能鼓励人们聚集 成为吃饭 工作 玩耍 见面交谈 反思和决定的地方 这座300平方米的建筑最高处为4.4米高 这座300平方米的建筑最高处为4.4米高 这种屋顶设计不仅凸显了展馆的水平性 还为展馆增添了独特个性 同时中央的采光景也确保了充足的自然光和最佳通风 而朴素的低屋檐结构也是对西非马里乡土建筑的致敬 这一架构在马里也是人们商议决定现有问题的地方 伦敦的蛇形画廊展厅始于2000年 为庆祝画廊成立30周年 当时的画廊总监邀请扎哈哈迪德设计一个临时展厅 扎哈利用三角形的支撑结构建造了一座具有帐篷形态的建筑 折叠的三角结构在上升和下降过程中定义不同的内部空间 变化空间的开放程度 狂野的几何造型 创新的设计理念和新奇的视觉冲击 原本只存在一周的展厅 后来保留了三个月 而它所带来的巨大反响 也使得非正式建筑项目不已延续至今 每年的夏天 在海德公园内的肯兴顿花园里 建造一个只存在四个月的非正式建筑 作为灵活的多功能的社交空间 容纳艺术、戏剧、电影、音乐、诗歌等一系列文化活动 二十多年来 蛇形画廊展厅为建筑师们提供研究、实验当代设计的机会 而他们的作品也将对这一行业所面临的迫切问题做出呼应 非正式建筑的魅力在建筑史上早已显现 1851年为万国工业博览会而建的水晶工 使非正式建筑成为了展示现代技术的手段 上世纪七十年代 新陈代谢派进步对建筑的永久性逼出了挑战 而到了21世纪各种国际展览、设计节等活动 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又带起了非正式建筑的设计热潮 如今非正式建筑设计已逐渐成为了新兴的专业领域 非正式建筑的转战寿命也让它成为了实验性项目的最佳裁品 由于没有传统的束缚 建筑师们可以通过它 就建筑和城市发展开展有意义的对话 比如说在荷兰就有建筑师在路特丹中心建造了一座超大楼梯 将路特丹一座大型纪念碑建筑的屋顶变成了公共空间 这种设计是城市新发展的鲜活印记 同时也让更多的人看到了未被激发的空间的潜力 非正式建筑还将带来怎样的惊喜 欢迎回到注目天下 如今越来越多的非正式建筑注重于自然的结合 营造出不同的气氛 让人们的情感产生了共鸣 许多伟大的艺术家或是建筑师似乎会偏爱某一种材料或风格 比如说《盐田千春》她就喜欢用细线知世界 艺术家 Jane Terrell爱用灯光连接虚无与现实 Anna Barboza则是把针当作她的画笔等等等等 而被冠以幽灵建筑师的Edwardo Trasolvi 她突破了建筑师或者是标所家的伴手 找到了一种自己最擅长的材质 金属钢丝 在她的作品里面 技术 艺术 历史 现实和幻觉 交织成了一个戏剧世界 在古典和现代的碰撞中创造出第三种空间 在你的脑海中建筑物该是什么样 传统的水泥建材 常见的方形外观 如今在世界各地 建筑早已突破了人们常见的认知 从各种新型建材到奇特造型 建筑再也不是传统印象中的样子 在意大利的雷胶卡拉布里亚的海滨广场上 一座看似古典的歌剧院拔地而起 特别之处在于 它的建筑通体 用金属丝网制作而成 开放的金属丝网结构 由46根柱子组成 柱子高达8米 位于一个2500平方米的公园里 人们可以随时进入 建筑师通过古典建筑的语言 和缺席物质的透明度 搭起现代与过去的桥梁 重现意大利歌剧发源之地的魅力 这座非正式建筑 正是出自被誉为幽灵建筑师的 爱德华多特雷索迪之首 这位出生于1987年的 意大利年轻雕塑家 擅长用金属丝网 创造一个充满艺术张力的世界 在他的作品里 现实和幻觉交织成一个戏剧世界 在古典和现代的碰撞中 创造出第三种空间语言 金属丝网这种普通而充满 金属工业感的材料 在特雷索迪的手中 充满了诗意与轻巧浪漫的暗示 在他的作品中 看见和看不见一样重要 2016年受意大利文化遗产部的邀请 特雷索迪运用手中的钢丝 使消失了近千年的教堂 重现世间 这座始建于中古世纪的教堂 位于意大利南部港口城市 因13世纪地震而被彻底摧毁 冰冷坚硬还容易生锈 生活中从不被人们看好的工业材料铁丝 在特雷索迪手中 却成为了全市艺术作品的神器 一根根铁丝编织而成的 早期巴西利卡式基督教堂 金属网格通透性与工业质感 让建筑超越了时空的维度 以艺术视角与世界现实进行对话 同时金属丝网的特性 使建筑在视觉和体量上进行了大幅度消解 呈现出一种富有空气感的半透明状态 承载着场所的记忆 将人们与历史连接在一起 独特的还原设计手法 为荒废的教堂带来了新的生机 越来越多的人慕名来到这里 只为看一眼这座有铁丝网建成的教堂 而这一作品也被授予2018年意大利建筑金奖 而在特雷索迪众多作品中 最著名也是最梦幻的要属阿布扎比皇家宴会空间 同样的创作词汇 却创造出不一样的空间感受 虚构的罗马建筑与实景布置的花园结合在一起 一根根巨大的罗马柱撑起的连廊 将宾客的坐席串联延伸开 整个环境看起来就像是虚幻的宫殿 人们感叹仿佛走入了梦境 罗马式的穹顶 气势辉弘的拱门 整齐排列的圆柱 将古典与现代语言融合 背景中 绿色植物在半透明建筑之间交错 凌空起飞的飞鸟造型 给若有若无的庭院增添了更多生命力 将幻想的古罗马带入人们的生活之中 成为了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载体 而在世界的另一头 天马行空的两位西班牙建筑师 在法国巴黎第五区的户外 搭建起一个梦幻的舞台 滑坡宁静许久的城市街道 为生活带来一丝温暖与活力 这座行似管道的非正式建筑 所在的巴黎第五区历史悠久 曾是罗马人的定居地 在这里勒内·笛卡尔 撰写了几何与哲学原理 居里夫人也曾与此生活研究 它可谓是所有文艺青年们的梦想之地 舞台由一系列可更换的预制构建组成 不同功能的构建之间可以相互转换 动态适应每种情况和每个位置 这种设计赋予了建筑生物般的灵活性 可以根据其所在的生态系统的条件而变化 它仿佛就像一个时光隧道 给人们带来无限的想象 仿佛是一个具有生命力的建筑 可以不受限制地出现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 它的设计灵感来自彼得·库克提出的 建筑电讯学派的启发 设计师决心打造及时尝试 根据社会的需要自由移动与发展 打破了非正式建筑局限性与单一性 然而当我们提起非正式建筑 却不得不提起一个人 他就是人称无害怪物的美国建筑师 理查德·巴克米斯特·弗勒 1967年他在蒙特利尔世博会上 把美国管变成了弗勒球 圆顶是一个二十面体 这种空间网额结构完全由三英寸 约7.6厘米的钢管构成 这些较小的单元通过纯粹的重复性 创造出使人眼花缭乱的视觉复杂性 这个直径为76米的巨大球体 在地面上的高度达到令人震惊的62米 并完全占据了它所在的岛屿 也就是从那时起 球形建筑开始在全球流行起来 它那前卫的设计理念 与不同材料的深度挖掘 依旧影响着今天的建筑设计 建造巨型裙顶结构的机会可遇不可求 呈现可移动式的巨大空间 似乎也有些遥远 但设计师们从模型开始努力 推动这些幻想成为现实 这些漫步在荷兰海滩边上的动物 被称为海滩怪兽 它们的父亲是有着当代达芬奇之称的 荷兰艺术家泰奥·杨森 泰奥·杨森从1990年就开始创作 海滩怪兽系列动能艺术项目 它创造了一群以锋利驱动的雕塑作品 在精密的结构设计下 这些作品可以随风而动 从中能看到可移动空间实现的可能性 如果说泰奥·杨森创造了能够随着自然 自行移动的人造物 那么阿根廷艺术家托马斯·萨拉切诺 就不断地企图创造能让人悬浮的空间 萨拉切诺曾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屋顶花园 创作了一件可以攀爬的大型艺术品 它由16个相互连接的12或14面体组成 允许15名观众同时进入内部穿行 《云之城市》则是托马斯·萨拉切诺的另一项代表作物 在云城市中充满了不同大小的球体悬浮装置 展现出了艺术家对未来城市景观的想象 2013年 萨拉切诺让人民悬浮的结构再一次进化 它在德国一个美术馆的上空 创造了一个名叫在轨道上的巨大非正式建筑 悬挂于25米高的玻璃穹顶之下 人们能够悬浮在空中随意移动 也许在明天或若干年后 这些非正式建筑被新的更漂亮更坚固的建筑所替代 但它所带来的创新理念创新技术和启发 指引来人们往更好的方向迈进 Cedric Price曾经说过 建筑必须要创造新的渴望 要人胃口 而不只是解决问题 未来人类的生活模式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怎样的空间才能满足人们的新生活的需求和欲望呢? 这个已经成为了建筑师设计师们关注的重点 但所谓来空间的可能性是非正式建筑创作的一个重要方向 其实也大可不必纠结于建筑是正式还是非正式 当人类造出第一所房子的时候 那还不是摸着石头过河 想象无限 创造无限 非正式建筑就像一个微缩宇宙 在多种创意构思和多变场景 新材料的共同作用下 给未来带来了无限可能 所以这是今天有请的 不关注的公司 当人类估计的描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